三复天气温比较高容易中暑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清热解暑 渐味止渴的绿豆拌汤 大家好 我是冠家雄陈老师 那么接下来咱们开始操作 绿豆咱们加入清水 然后将它清洗干净 锅中水开以后 我们下入洗好的绿豆 然后再加入一点碱面 我们加这个碱面的作用 就是煮的时候 让这个绿豆煮的更快 吃起来口感更沙 烧开以后 我们大火继续将这个肚子煮到开花 碗中加入适量的面粉 然后倒入少量的清水 将它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面粉充分的湿水 然后我们再次加入一点清水 然后继续搅拌 咱们加水的时候 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入 不能一次性加的太多 如果加的太多 就容易形成大疙瘩 咱们搅拌到这种程度 碗底上没有干面粉 咱这个面疙瘩就和好了 绿豆熬到这种程度以后 大家看一下 熬到这种全部开花以后 然后下入我们拌好的面疙瘩 然后给它散开 倒进去 我们放进去以后 我们将它搅拌均匀 这个要不停的要搅拌 防止这个面疙瘩粘锅 煮开以后 煮上两分钟 咱这个拌汤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将它重出来 这样咱们这个绿豆拌汤就做好了 咱们这个绿豆拌汤 夏天熬上一锅 不仅能止渴解暑 而且营养美味 大家赶快动起手来试做一下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就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指甲